2024北京国际车展S也来探馆 几乎αS 先行版Pro 了解一下 前辆设计方面可以看到 它是采用新能源常用的 这个封闭式的中网成线 看上去整体感十足 大灯设计也是采用吸力线条的成线 倾斜的灯带设计 让它前辆更具有估计性 上扬的金线 以及它的这种低趴的态势 整个呈现就是一种俯冲的姿势 看上去是不是运动感十足 隐藏式的门把手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凸显它的高级感 在真实的方面 几乎αS 先行版Pro 它车长度是达到了4930毫米 轴距是达到了2915毫米 在车身尾部我们可以看到 设计感层次十足 而且贯穿车式的后尾灯 也给我们安排上了 还有小压尾 这个呈现是不是让车尾 不显得活力活现了呢 作为家长角色 很多家人们非常关心 几乎αS 这个先行版 它的后备箱容积到底如何 先再给大家实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打开后备箱 它的近身还是非常深的 目测可以放一个托运的大行李箱 以及两个登机箱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当我们举家出游的时候 带上一家老小 可以带上一些长度的物件 都是没问题 超级大的屏幕 你看着是不是相当的爽 21.7英寸的中控屏 以及呢 12.3英寸的这个液晶仪表屏 给我们呈现的 这个4K的大屏 长度足足可以达到一米之多 看上去是不是相当的可观 在配置方面呢 搭载了αOS车载的智能系统 支持这个三屏联动 人脸识别 而且呢 根据配置不同 还将提供L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 另外舒适的配置呢 也可以通过选装来进行升级 包括座椅可选 NAPA真皮 主驾座椅通风 和后排座椅加热 此外呢 音响也可以选装 Infinity的品牌音响 天窗也可以升级为 可开启全景天窗 用料方面是没得说 所有的都是抢这种皮质包裹 而且呢 是加入了缝线这种呈现 整体设计风格呢 还是偏用 家用舒适温馨这么一个主题的 板板设计呢 是采用豪华车专用的 怀躺设计 操取起来呢 非常方便 最重要的是给中部这个区域 腾出了更多储物空间 这个储物空间打开 非常具有仪式感 放盘采用三幅平地这么一个设计 皮质呢 很细腻 而且三点和九点上 也给我们安排上了凹陷 座椅设计呢 还是挺符合人体工学的 我坐上去以后呢 舒适感十足 而且呢 我感觉它这个填充啊 软硬正合适 大腿承托这部分呢 它的坐垫呢 也比较长 适合我这一米二的大长腿 以我一米千二身高 今天呢 我特意把前排这个驾驶位置 调整到一米八身高的 这么一个呈现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前排驾驶员 是个一米八的大个子 我坐在后排 空间到底表现如何 竟然还有两拳的这么一个距离 所以这款车的后排空间 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坐下的舒适感跟前排同样 而且呢 坐垫长度也是很长 便于承托我们的大长腿 来动力方面呢 吉弗阿尔法S先行班pro 它后置华为电机 虽然功率呢 可以达到252千瓦 虽然扭矩370牛米 百公里加速6.4秒 那行业正在卷的800伏超充 几乎也是全部给我们标配上了 充电10分钟 可以补能240公里 那几乎阿尔法S先行班pro呢 还升级了续航 CRTC的工况续航 可以达到602公里 一周一充 就可以满足我们城市通勤的需求了 在这家方面呢 新车是搭载了 华为AIDAS 2.0高阶这家方案 全向的防碰撞系统 将向前侧向 后向的这个主动安全融为一体 实现了360度 全方位无死角这么一个守护 能识别多种的疫情障碍物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几乎阿尔法S先行班pro 标配的三激光雷达方案的 华为制驾天花板 也是25万级这个区间唯一 那刚刚呢 我们静态品现了 几乎阿尔法S先行班pro 这款车呢 外观设计方面呢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抢流线的呈现 在科技感方面呢 也是拉满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它这个制驾系统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售价呢 是仅有25.68万元 而且现在入手呢 还有3万元的优惠 最低可以做到22.68万元 这款车你心动了吗 评论下方 等你的留言哟 拜拜